人类为了遮风避雨 所以有了建筑物 而这些建筑物 我们除了要求它安全舒适以外 更要求它们必须符合美观 也要求彼此之间 能跟外界能够协调配合 因此所谓的城市或建筑美学 但如今这四个字 在中国大陆社会 则面临了很多的考验 像是把国外的地标建筑物 像铁塔啦 凯旋门 甚至比萨鞋塔搬到你家的大门口 这是好主因吗 或者盖一些怪怪的建筑物 甚至是标新立异 长得像一个很难吸入的东西 它看起来怪 给人印象留得深刻 但这又代表好吗 如今这一切一切 不仅成为话题 甚至成为中共领导官方 要检讨的对象 甚至最近就传出了 对于这些所谓的怪异建筑物 要下达封杀令 而这个禁令究竟为什么 如今中国大陆社会的怪建筑 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 超级大茶壶 超大马桶盖 还有一个又一个图物大圆圈 这些建筑物到底是想吓人一跳 还是想让人议论纷纷 What were these architects thinking Here's China Uncensored's Top 12 Craziest Buildings in China Number 12 但这几乎是大陆建筑 近年来的特色 标信利益且标榜 国际大师操刀 重点还有 兴建速度很惊人 光是首都北京的怪建筑 就有不少 其中有两栋更是夸张 2008年起用的央视总部 乍看很雄伟 像是现代装置艺术 却被戏称是两条腿开开站的大裤叉 人民日报大楼一炷晴天 又戴帽的原住外形更是敏感 让外国媒体压抑 中国尺度什么时候变得如此 百无禁忌了 但这两栋楼竟是大陆官媒大本营 又仅相隔一条街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五 还首度前往参访 要讲好中国故事 我们也要传播中国文化 但就在视察两天后 国务院火速发出禁令 批评中国城市建筑 贪大 媚洋 求怪 要求各地加强管理 其实2014年底习近平就曾说 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 因为中国近年来一线大城市 几乎成了国际建筑师的竞技场 且各个巨资打造 台南岛三亚湾位于人工岛上 五栋临海大楼激进奢华 号称是中国杜拜 总投资于百亿人民币 包括饭店养生度假中心 而且类帆船饭店的建筑不只盖一栋 还一口气盖了一二三四五栋 甚至还有邮轮港口气派非凡 首位获得普利兹奖的女建筑师 炸哈哈地也在北京盖了这座银河SOHO 它的外形有如五个球体 即办公室 商店与娱乐场 于一身 因外观过于前卫 遭批评破坏北京古城风景 这些建筑物之所以越盖越多 或许跟大地标十足 鸟巢巨蛋脱不了关系 北京鸟巢的确打出响亮知名度 也成了北京地标 总耗资高达人民币35亿 可盖出四座台北小巨蛋 但这些钱可是名指名高 央视的大裤叉掌控的 可是200亿人民币的超级预算 贪腐传闻却未曾间断 这些大型建筑的美丑 其实见仁见智 民间各地的造型才是奇景 Blue Show三星现身大楼外墙 这是北京郊区的天子大饭店 像年画里面 都有这个弗洛书三星的联化吗 我们就是借鉴这个联化 然后突然一下子碍牙绝合 如果现在搞这个建筑的话 还是比较雷人的 丑建筑上榜常客还有他 沈阳这栋铜钱楼 真的坐到外园内方 大喇喇站在马路上 大陆不少建筑物刻意迎合土豪金的需求 有的做成超大元宝 还有的把元宝层层堆叠 连路媒都觉得怪 就是这座场 反正我是没有看出这个风帆状 但是呢 我却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这个元宝的这些个雕塑 纽约时报更统计 中国目前拥有十个白宫 三座凯旋门和一个爱菲尔铁塔 甚至上海还出现一座比萨鞋塔 因此就连伦敦塔或是雪莉哥剧院 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 把山寨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 如今寄出怪楼禁令 改把适用经济绿色赏心悦目 当成推动的准则 在习近平力推大贪反腐下 中国怪楼风看来得从此说再见